那么在学习迭代器的原理之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问什么问题呢 大家来看 我现在呢 这个迭代器里面有这么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呢 就可以帮我去迭代 一个是haznext的 一个是next的方法 那为什么我非要把这两个方法向上抽取 抽取到一个接口里面呢 抽取一个interface里面呢 我为什么不在每一个集合里面 直接定义这个haznext和next的方法呢 我问一下为什么 或者我直接在connect里面 还定义haznext和next的方法呢 这其实就是要说它的原理啊 这也是我们迭代器的原理 老师呢已经在这总结出来了 说迭代器原理 迭代器是对集合进行变利 而每一个集合内部的存储结构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集合内部的存储结构都是不同的 你看我们家里为什么有锅碗瓢盆啊 为什么这么多容器啊 因为每一个容器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集合对象 也是因为它的存储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集合存和取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那么就需要在每一个类中都定义haznext和next的方法 因为你每一个存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取都不一样 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应该有自己的haznext的方法 那么这样做是可以的 但是会让整个集合体系过于臃肿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每个类里面都有这种方法啊 显得过于臃肿 然后迭代器呢 将这样的方法向上抽取出接口 然后呢 在每个类内部定义了自己的迭代方式 这样的好处有二 第一规定了整个集合体系便利方式 都是haznext和next方法 比如说我规定了整个集合体系 你们只要是想去便利 那必须是这两方法 一个叫做haznext 一个叫做next方法 这是不是相当于声明一种规则 那如果我在上面不做规定的话 你下面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随便定义 我这个迭代可以随便去定义 然后第二呢 代码有底层内部实现 使用者不用管怎么去实现 会用即可 就是说 我们现在没学这个迭代器原理 那你现在之前这个 知识点学完之后 你是不是会用呢 你知道如何去使用了 对 你不用知道原理也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 我们为了学的更深层次一点 现在去讲讲这个原理 然后呢 我们来分析这个圆码 来看圆码怎么分析 那我们这里面是创建的是arrase 那么arrase的里面 它有一个iterator的方法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iterator 好 看arrase的 control是比较低 a r a y arrase 然后呢 control o 找到iterator 找到它 那么找到它之后呢 我发现怎么着啊 它这个是iterator 然后呢 这里面return一个new itr 那说明itr应该是iterator的一个子类 这里返回的是iterator的子类对象 这话能听懂吗 这是一个接口 那么它应该是itr的负类 那么new itr呢 是itterator的子类对象 因为你不能new一个iterator返回给它 只能返回一个它的子类对象 就在 好 那么再往下看 是不是马上就看到这个itr这个类了 itr它实现了iterator 那你说它是iterator的子类就在 那它是它子类 往下往下走啊 这里面怎么样 是不是重写了hasnext的 next的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remove这样方法 也说它把iterator实现之后 把里面所有的方法进入重写了 那么真正调用的 其实是我们itr里面的hasnext和next方法 来我带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个hasnext的 这是一个类 intercarser carser指的是这个指针对不对 一开始carser等于的是零 carser等于零 然后呢 我们来看hasnext的 那么零不等于size size就指的你元素个数 比如说你这里面元素一共有四个 零不等于四 那这个返回结果就是处 证明你这里面是有元素的 如果size等于零 零不等于零 这个条件是false 所以证明你这里面是没元素的 那么这就是hasnext的判断的一个原理 根据这个size的个数和我们这个指针的个数 好 那么再来看一些next的 next在这里面 它有一个carser等于i加1 也说你每调用一次next的 这个carser都怎么样 都要向后加1一次 指针就会向后移动一次 那你调用一次 它向后移动一次 那这个carser是不是第一次变 第一次零 第二次的话 它就变成1了 那以此类推 它不断增加 那当它增加到四 四不等于四 那这个结果已经怎么样 是为false了 为false的话 它就把整个程序就停掉了 明白这意思吗 这个地方它是判断是否有元素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是获取并把指针向后加1 这就是重写的hasnext和next方法的一个原理 能看懂这意思吧 好 那么这个原理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啊 好了 那么这个指点呢 在这儿 保存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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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